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拿了金牌 那个24岁的 被判有罪又有14岁 黎珊那个丈夫怎么说 她说当时香港最困难的时候 有年金牌 现在香港又是在一次最困难的时候 有年金牌 她叫什么名字 加朗 她说不要退缩 要向前行 这一切都触势我们在信仰上有些凡性 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空中流角 我们在天主今天 此时之下 和我们一切 此时之下 她在诗恩请求 那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最简单的 以晋唐荣祈祷 因为其实 晋唐荣就已经是一个祈祷的开始了 我们一起读行 上主 求你念问我 因为我静天呼求你 上主 求你念问我 因为我静天呼求你 上主 求你良善有仁致 凡夫好你的 未必宽待他 恩父及自及成神自明 阿们 其实天主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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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口而同心 第二點就是他要將我們所經歷的慶典 我們所經歷的我們所慶祝的奧積 襯托出來 這個襯托出來就譬如聖誕節 又譬如五巡節 甚至復活節 張臨期那些很顯明的節日 就更加容易提到 那第三點是什麼 是一個祈禱 正如奧斯定華 是不是奧斯定華 歌唱是雙倍的祈禱 歌唱是雙倍的祈禱 所以有時候都要想一想 想一想 歌唱團本身是一個禮儀職務 他和神父和獨肩和父親和接代教友的職務 在互相共鳴 互相 互相牽動 去呈現出一個祈禱的團體 忠口同心 在這個奧職之中 所以有時候 就要想一想 不要將這個職務 變成一個為我獨尊 你唱完我不懂得唱 那你就威威啊 其實都不只是歌詠團 神父都有份的 不要說話之後 你認識別人不認識 那你就以為自己有高超的神學 或者有高超的聖德啊 不惜人間焰火 富製如此 不過你在這裡突然想起 有時候禮儀服務人員 好馬而大 好馬而大 正在這裏做事 做事 做事 那又沒有馬利亞 沒有聆聽到 真的沒有聆聽到 上主的話 也都沒有吃過任何東西 聖言的餐雀 他忽略了 聖體的餐雀 吃了 但沒有機會祈禱 沒有心法 沒有空間 沒有空間 所以有時候 在那裏說笑 難怪拉薩路會死 因為馬利亞 又不做馬利亞 馬爾大 又不做馬爾大 她說我姐姐 激他死了 拉薩路 那好像開玩笑 但很值得我們想一想 在泥中 怎樣服務 怎樣是馬爾大 但同時是馬利亞 我更加是拉薩路 在懺悔之中 天主福活著我 天主賦予我 這個封聖的生命 所以這陣子 在雷沙中 我們同時 在馬利亞 馬爾大 和拉薩路 當你們聽到這番說話 已經過了7月29日了 是啊 可以看回的 7月29日 教會 安排 因為新設立的紀念日 安排了這個 中毒2的部分 是聖 百爾納鐸 這位引修院院長 寫的一篇講道 這樣 很好地解釋了 馬爾大 馬利亞 拉薩路 他們 屬於天主那一份 其實三個都是一樣東西 是啊 同時又要有三樣的 每個人都有這三樣的 雖然有些人可能 呈現某一方面 或者某些方面 多一點清楚一點 但缺一不可 如果你不是拉薩路 那你不是拉薩路 那就死定了 那就是憤怒之中沒有出來 你拉薩路 耶穌叫你出來 你由這種的被束縛之中 被死亡的束縛之中 被釋放出來 你在懺悔之中 獲得那種自由 那你好像馬爾大那樣 就是一個服務的精神 但同時是馬爾大那樣 福母之中 你領導到上主的要求 所以我們立即入 這一個集圖經 全能的天主 你是萬善萬美的主在 求你迫法我們敬愛你的聖命 並加強迫我們的前進之情 使你各種在我們心中的美善 得道之良 又賴你的照顧 又賴你的照顧 得以保存 因你的聖子 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 他和你及聖神 是唯一天主 為生為辱 阿媽 有時我們看聖經 或者圖文 都要用一下寧月的態度 即是默想 咀嚼 咀嚼 即是 重複 犯錯 和上主真是討論 以至到 心連心 譬如剛才我一聽的祈禱 全能的天主 你是萬善萬美的主在 很美 天主是萬善萬美的主在 你聽到你的感覺是怎樣 立即起床走人 不會的 很好欣賞他 是啊 萬善萬美 一切都是天主的 一切都是天主的 他們激發我們敬愛你的聖命 加強我們的堅定 今天的讀經 會有提示 還有 還有 你播種 在我們心裏面的美善 是天主播種在我的心裏面 即是我心裏面有一份善 在那裏面 在哪裏的 天主貨種在那裏 而且 是得以滋養 就是天主養 就是種在那裏的 得到灌溉 得到滋養 那才可以發芽 成長 所以賴你的照顧 得以保存 得以保存 或者你可以加多一句 能夠 結束美國 賴你的照顧 得以保存 並結束美國 能夠回應上主的萬善萬美 美善 人能夠發展的美善 是回應天主的萬善萬美 他就是個播種者 他見不見福音詩都說 耶穌就是 所說的比喻 天主就是個播種者 那我們心田裏面 可以是石頭地 可以是荊棘蟲 亦都可以是好的田地 結出不同的 美善的 完美的果實 所以這段集圖經 是帶我們進入 我們的 對天主這份 可以說 投靠 求天主 使祂播種在我們心的美善 一會兒聽聖經的時候 得道之弱 在他們領聖體的時候 賴他的照得以保存 並結束善果 好了 我們現在立即 今天的第一篇讀經 是選讀《生命記》 所以我們在第五頁 亦都再提出 一些《生命記》的環境 在左邊的地圖 大家都會認得 這個地圖是 以色列文 由勒斯斯 那個紅色虛線的起點 一路離開埃及 過了紅海 左邊那幅 對 左邊那幅 對 見到 接著 往東南走 一直去到西乃山 西乃山他們接受了 天主的戒命 十戒 接著就向東北行 走到紫色線 指到史庭的位置 我們旁邊看到 紫色箭咀 去到旁邊 就看到教宗的照片 右手邊的照片 這個位置也都在旁邊 即中間的那幅 以色列聖地的地圖 指的是 那個位置是 摩亞布抗野的 在這個位置 當時2000年的時候 就從楊摩保禄二世 去朝聖的時候 就站在大概是 梅室那個位置 看著福地 這個大概是生命紀 整本生命紀 那個場景的地方 那大家看 出埃及那個圖畫 左邊都幾迂迴的 它由北部 尺尺地走到大概 這個四點五點的位置 四點半的位置 接著上去 又回到一點鐘位置 一點鐘位置 去到六點鐘位置 六點鐘位置 去一點鐘位置 那你才見到 史庭 那裏呢 旁邊是賴波山 好 那記得那個地方 是怎樣的 在那裏看下去 是什麽抗野 看過去對面 耶利哥的範圍 整個福地的範圍 我們在下一幅圖 後面會有一幅照片 看到 好的 等一會 我們先去第五頁 是的 那《生命紀》的內容 大綱 一個簡單的導言之後 基本上是安排了梅室的一二三三篇演說 第一篇是主要回顧選民的歷史 我們今天選讀的《獨經一》 就是由這個第一篇演說裡面選讀的 那是第四章應該是第一篇演說 回顧選民的歷史的結尾部分 那你要記得 那就是第二篇演說 包括各種法律 包括各種法律 倫理 移民 那就是第二篇演說 包括各種法律 倫理 移民 那接著要警告他們 不要說是責達罪 你將他們的存亡關鍵 那就是第三篇演說 那最後就是梅室最後的分事 所以你可以知道 其實你可以說 聖編生命紀 就是梅室的遺囑 或者遺言 這個遺囑 遺囑也可以 遺言也可以 是他重新說一次 天主怎樣拯救了我們 好了 那我們現在讀了 公讀新命紀 梅室勸勉人民說 以色列 現在 你要聽從我教訓你們的法令和規律 並盡力進行 這樣你們才能生活 才能進入和佔領 上主你們祖先的天主 所賜給你們的地方 我吩咐你們的話 你們不可憎生 但要按照我分事你們的 上主你們天主的戒命 完全進行 完全進行 你們不要緊守 並進行我的戒命 因為這樣 在萬民眼中 才能顯出你們的智慧和見識 萬民一聽到這一切法令 必會說 這實在是一個有智慧 又見識的大民族 有那一個大民族的神 這樣接近他們 如同上主 我們的天主 在我們每次呼求他事 這樣親近我們呢 又有那一個大民族 有這樣公正的法令和規律 如同我今天在你們面前所頒布的這一切法律呢 上主的話 感謝天主 很特別 這個第四章 第四章 以色列人 現在你要聽 你要聽 是 這個很清楚的 生命記第幾章 六章 是的 那我們 這個很出名的 如果是在第六章那裏說 其實呢 就是 可以說 上主要說 以色列你要聽 其實這個正在重複的 我們讀六章四節 他怎麼說 以色列你要聽 上主 我們的天主 是唯一的天主 你當全心 全靈 全力 愛上主 你的天主 繼續 我今天 吩咐你的這些話 你應勞記在心 並將這話 灌輸給你的子女 這個大前提 大前提 一定要傳給你的子女 是怎樣 你要聽 相處 我們的天主 是唯一的天主 因為他要入福地 那你當時 整個地域 有這麼多的神明 有很多很多 本來已經有很多 本來有很多神明 公奉很多很多神明 是當地的人民的 是的 就是有匯豐 又有中銀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很多的 就是有聖羅撒 又有 叫什麼 馬里羅 真族祖 又有什麼 聖方濟國 又有什麼 很多 就是很多 很多這些 神明 是嗎 很多神明 就是你要做什麼 是的 但是這些 你要聽的 你聽著 你跟我聽著 是的 是什麼 尚主 我的天 是唯一的天主 唯一的 要聽的 天主 他還是誰的天主 是唯一的天主 我們的天主 是唯一的天主 即不是那些 那些不是東西來的 不要搞錯 不要搞錯 不要把他們變成 是的 千萬不要亂跟 那些不是神來的 不是神來的 不要拜他 這個 還有不要沉迷在那裡 好了 這個大前提 你明白 以色列現作 你們要聽 又是聽 是的 又是聽 聽呢 不是你自己說 你自己聽 要不然你是發神經 自己也自己說 聽什麼 聽天主的話 就是天主跟你說話 你要聽 聽就要怎樣 要做 要做 是不是 跟著 所以這樣你才能夠生活 這樣你才能生活 才進入福地 尚處你祖先 才賜給你這個地方 剛剛有個牌 是的 這個牌 真的是在奶波山那裡拍的相片 如果你放大這張照片 你會看到 那些箭最指著的地方 由最左手邊 西面 即是我的西面 是赫背龍 再看過一些 就會看到 藍色那些是死海 跟著旁邊 會見到 黑洛德的木 跟著就是白蘭 谷木蘭 耶路撒蘭 跟著應該是 納馬薩姆爾的故鄉 耶里哥 納布雷斯 你可以看到 這個提比利亞湖 你可以看到 連提比利亞湖都看到 即加利利亞湖 真是看了整個福地的範圍 由南到北 如果你要接受天主的恩許 那你就唯一 就是聽天主的話 而奉行 所以我吩咐你們的話 怎麼樣 不可增殺 我現在不要減 不要將天主的說話 做些語言藝術 要麼你就將它減輕它 減到人家聽不到 要麼你加重它 重到怎麼樣 你自己都負擔不到 不是這樣的 所以要完全按照我分視你們 相處你們天主的戒命 完全盡 完全 守了 是的 好了 我們看看第七 然後他告訴你 為什麼 他說如果你們要這樣做 遵守我的戒命 在萬民之中 會看得到你們是有智慧 還有有見識的 那些人 很不同 是的 很不同 一個一定有說 又不安全 又要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民族 蠢得那麼重要的 這個民族 這麼自卑的 這個民族 這麼沒有信心的 這個民族 這個民族 是要自大狂 發生自己 那個 就是怎麼說 這個空的 灌 效的很香 這個裡面沒有什麼 它就在做廣派 這個民族沒有智慧 這個民族沒有見識 或者这个民族 不是 天主说有哪个民族的神 是好像我这样接近他们 接近你们 你们每一次呼求我的时候 都是这么亲近我们 这个生活的天主 你记得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 一求天主 天主听到 天主带领他们出来埃及 这种这么亲近 他们没有饮食没有水喝的时候 天主照顾他们 所以他说 又有哪个民族 有这么公正的法令和规律 如同我今天在你面前 所颁布的一切法律 有时你会想一下 什么叫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什么 人人都要的 基本的人权 基本的人生活的尊严 是吧 那这个呢 是值得我们想 就是 哪一个民族 有这么公正的法令 和规律 是吧 所以 所以 很值得想 是我们 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所谓的 这些的法令 这些的规律 来自哪里 如果这些法令 规律 不是来自上主 那他就不是普世价值 了 为什么 因为是上主的 上主是万善万利的 上主是怎么样 所有民族的天主 他不会给你有自由 就打击我的自由 他不是給我有尊嚴 就不給你有尊嚴 一個人沒有了天寸 所做出來的法律和規律 是人為的 人為會怎樣 人有他的思心 有他的錯誤 也有他的罪惡 所以我們要開始想很多事情 想了什麼 法令和規律 他的基礎在哪裡 法令和基礎在哪裡 很值得問 很值得問 所以今天這段讀經 很多反省 那不如讀一次一點 公讀新寧記 媒身勸勉人民說 以色列 現在 您要聽從我教訓你們的法令和規律,並盡力進行。 這樣你們才能生活,才能進入和戰令, 尚主你們祖先的天主所賜給你們的地方。 我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憎厭, 但要按照我所分視你們的,尚主你們天主的戒命,完全遵行。 你們不要緊守,並遵行我的戒命。 因為這樣,在萬民眼中才能顯出你們的智慧和見識。 萬民一聽到這一切法令,必無說, 這實在是一個有智慧、有見識的大民族。 有哪一個大民族的神,這樣接近他們,如同上主我們的天主,在我們每次呼求他事,這樣親近我們呢? 又有哪一個大民族,又有哪一個大民族,有這樣公正的法令和規律, 如同我今天在你們面前,所頒佈的這一切法令呢? 感謝天主。 當我一邊聽,一邊讀的時候,我就會想起, 今天呢? 就是今天呢? 如果我們整個的民族,我們整個的國家,都相信天主的。 那麼我們的法令和規律呢? 那麼我們的法令和規律呢? 就很不同了。 如果我們整個人都心裡有主,主在我心。 那麼我們演繹出來的,那個法令和規律呢? 是有基礎的。 是天主的。 是天主所賦予給每一個人, 他有一份人性。 如果不是的話, 你離開天主, 而立的法令和規律呢? 有可能不是人的人性的規矩和法令。 是變了側的。 是一種野獸式的。 霸權式的。 剝削式的。 甚至是被刺廁式的。 這種的法令和規律。 就是很危險。 就是說, 水可以載舟, 但是水也可以, 復舟。 復舟。 如果無天主, 萬善萬美的。 人為的法律, 可以是用來打壓人民, 控制人民, 剝削人民, 所以多好。 那這裡說的, 法令和規律, 基本上是什麽? 十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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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誡的總綱是什麽? 愛天主。 愛天主, 在萬有自相。 愛人如己。 耶穌說最大的解明是什麽? 是愛。 而若望說, 天主就是愛。 所以, 愛呀, 天主呀, 是分愛的。 而解明的最大就是什麽? 愛天主, 愛人, 是異性, 二合為日的。 嘩! 很有感受。 很有感受。 特別今天, 我回答祥明。 尚主, 誰能在你的帳幕內居住。 尚主, 誰能在你的帳幕內居住。 這句是誰問的? 是啊, 是一個在朝聖路上去著天主的帳幕。 當時天主的帳幕, 就應該是達美在耶路撒冷見到的時候, 就已經將帳幕接了去… 回幕。 回幕。 是的, 是未起聖殿之前, 未有聖殿, 所以說誰能在你的帳幕內居住。 那其實這個呢, 第一張照片, 就是, 因為有無民族嘛, 住帳幕。 背幕是什麼? 這麼多的帳幕裡面, 其中一個帳幕, 那個是天主住的, 那叫做背幕。 是這樣的嘛。 那已經搬去, 這個叫做西櫻山, 是達美的。 是達美的, 是呀, 那現在我們要做回一樣, 有問有答, 有問有答, 誰問? 上主。 你問吧, 你答的了, 你問一次, 他答一次, 調轉之後, 你問他又答, 他又答, 好, 現在你問他答。 上主, 誰能在你的帳幕內居住? 只有那行為正直, 做事公平, 從自己心裡說誠實話的人。 上主, 誰能在你的帳幕內居住? 他不信口非義, 他不危害兄弟, 更不會對倫理此世欺凌, 他鄙視作惡犯罪的人, 重視敬畏天主的人。 上主, 誰能在你的帳幕內居住? 他從不放債, 貪取重利, 他從不受賄, 傷害無罪。 這樣行事的人, 永遠堅定不已。 現在調轉了, Earnesman, 我答。 上主, 誰能在你的帳幕內居住? 只有那行為正直, 做事公平, 從自己心裡說誠實話的人。 上主, 誰能在你的帳幕內居住? 他不信口非義, 他不利用, 他不銀害兄弟, 更不會對倫理此世欺凌, 他啟示作惡犯罪的人, 重視敬畏天主的人。 上主, 誰在於帳外居住? 他從不放債, 貪取重利, 他從不受賄, 傷害無罪。 這樣行事的人, 永遠堅定不已。 清楚啊。 也很好啊。 對, 本來的編成形就是這樣讀的。 有問有答, 有問有答的。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很清楚, 很清楚。 很清楚, 怎樣看守天主的界明和法令。 是呀。 誰可以跟天主, 即是進入天主的那個, 即是住在天主面前。 即是誰可以在他面前生活? 嗯, 對不起。 其實呢, 這篇聖明呢, 就真的只有這五節。 第一節呢, 就是一個問題, 是朝聖者問的, 一直在朝聖, 朝向會幕的時候, 就問我怎樣才可以住在會幕裡面, 然後呢, 那三個詩節, 二、三、四、五節呢, 就是天主回答你咯。 你按我的法令, 按我的吩咐, 按我的界明去生活, 你就不可以和我時時在一起咯。 那這個都很重要。 真的非常之對。 不會傷害無罪。 所以呢, 難怪, 有一個人昨天跟我問我, 他說, 聖堂的重要就是你養, 是甚麼天主的帳範, 天主的帳範在這裡, 去提醒人要怎樣生活。 如果, 沒有了這些靈性的位置, 人就會失去靈性。 所以這個靈性的位置, 這個地方, 是一個很有力量, 去使人行為正直, 做事公平, 從自己心裡說, 誠實話的人。 天主的美善, 還在人心裡面。 是啊, 如果, 這個信仰, 或者, 無論天主教堂, 主督教堂, 或者, 甚麼都好, 沒有了這種靈性的, 淨土, 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這種, 怎麼說呢, 天上人間的一個景況, 人可能慢慢走失了。 所以呢, 是, 值得想一想, 上主的帳幕, 在我們當中, 提醒著我們。 好啊, 那麼, 我們都是先去福音。 不是, 現在我在想著, 我們來聖誕做甚麼? 參加來實做甚麼? 就是我覺得, 這個生命記, 和答唱永遠提醒我們, 提醒我們, 我們在做甚麼? 和我們的信仰基礎在哪裏? 若非上主召叫我們, 我們怎能進入上主的帳幕裡生活呢? 若非上主所頒布, 我們怎會有, 建基於上主的, 這份, 這份, 法令, 和批則呢? 好啊, 那我們來看看, 福音了。 是, 我們在第九頁的時候, 我們看回, 現在是月年, 我們由, 上年期的開始, 一直在讀, 《瑪爾谷谷福音》, 在第九主日, 完結了第二章, 然後在第十頁, 由第十主日, 開始是耶穌和門徒, 接著, 去到十六主日, 我們是讀到, 《瑪爾谷福音》的第六章, 耶穌派遣那些門徒, 兩個兩個, 去傳福音, 至好病人, 驅魔等等, 接著他們在十六主日, 就回來, 耶穌叫他們去, 方野去休息一下, 但是看到很多日, 耶穌對那些民眾, 動了憐憫的心, 接著呢, 我們在十七至二十一主日, 就發覺, 移了去讀這個, 《若望福音》的第六章, 整個耶穌爭餅, 接著有很長篇的, 生命之良的言論, 這樣好像, 其實呢, 如果我們不轉去若望, 都是爭餅的, 記得嗎? 你不去若望, 都爭餅了, 既然說爭餅, 去若望吧, 因為若望比較, 比較好完整的, 連爭餅的教訓, 都表達出來, 而且, 因為《瑪爾谷福音》 短一點的, 所以我們都將, 若望對爭餅奇蹟的精華, 放了下去, 好啊, 那現在就繼續了, 是的, 但我們都值得看看, 旁邊的格子, 有紅色的是馬爾谷, 然後旁邊的若望, 其實呢, 馬爾谷的第六章, 是第一次爭餅, 然後呢, 也有耶穌報行水面那段, 然後呢, 綠色的馬爾谷第七章, 我們就看到, 今天我們呢, 在22主日, 和23主日, 就會讀馬爾谷福音的第七章, 即是跳過第六章, 因為被若望福音代替了, 是的,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直入第七章, 那你不要問我, 第六章在哪裏, 第六章的後部部分呢, 第一次爭餅那裏, 日本的馬爾谷福音呢, 一進就進去什麼呢? 第七章, 就是今天讀的了, 是, 不過我也想說回一點點, 馬爾谷福音的第七章, 之後的第八章呢, 有個有趣的地方呢, 是馬爾谷的第八章呢, 有第二次爭餅, 第二次在外邦人的地方爭餅, 然後呢, 八章的十一節呢, 那裏呢, 耶穌解釋, 又是群眾來向他要求神職, 然後耶穌說, 我是生命之良, 然後呢, 八多六, 主也為你有永生的話, 然後呢, 耶穌就在這個時候, 預言受苦了, 那其實好像, 若望的, 程序呀, 相若的, 相若的, 沒錯, OK, 那我們會知道, 好了, 跟著第十頁呢, 就是以後的, 第七章之後, 的常年期主日的安排了, 那我們現在去第十三頁, 聽今天的馬爾谷福音, 公讀聖馬爾谷福音, 那時候, 法利塞人, 及一些從耶路撒冷來的經師, 聚集到耶穌面前, 他們看見耶穌的幾個門徒, 用不潔的手, 就是用沒有洗過的手, 吃飯, 原來, 法利塞人, 和所有猶太人, 都驅守先人的傳統, 若不仔細洗手, 就不吃飯, 從街市上回來, 若不鮮沐浴, 也不吃飯, 還有其他許多按傳統, 應驅守的事, 如洗杯, 洗壺, 洗銅器等。 法利塞人和經師們, 就問耶穌說, 你的門徒, 為什麼不遵守先人的傳統, 竟然用不潔的手, 吃飯? 耶穌對他們說, 伊撒爾論及你們, 這些假善人的預言真好, 正如所記載的, 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 他們的心卻遠離我, 他們恭敬我, 也是虛假的, 因為他們所講壽的教義, 是人的規律。 你們離棄天主的戒命, 而只驅守人的傳統。 耶穌又叫群眾來, 對他們說, 你們都要聽我, 且要明白, 不是從人外面進入他裏面的, 能使人污衛, 而是從人裏面出來的, 才使人污衛。 因為從裏面, 從人心裏出來的, 是惡念, 邪淫, 盜竊, 兇殺, 奸淫, 貪論, 毒蠟, 鬼詐, 放蕩, 疾盜, 毀謀, 驕傲, 愚妄。 這一切惡事, 都是從裏面出來的, 並且使人污衛, 尚主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呢, 第十三頁呢, 在一些法利財人, 和一些由耶路撒冷來的經師, 在那裏裝了耶穌, 裝了耶穌, 又裝了那些門徒, 真是很細心觀察, 竟然留意到他們怎樣洗手, 所以第十四頁, 還是他們的, 是嗎? 他們問耶穌, 問完了, 就是要挑戰他, 那耶穌回答他, 那耶穌回答他, 你看第十五頁, 是耶穌沒有回答他, 耶穌直接就怎樣? 跟那些群眾說, 耶穌怎樣? 都免得跟你說, 我跟大家說, 好, 最重要是, 教那些群眾, 那其實, 那些法利賽, 和經師, 在群眾中, 都受教的, 不過出臭了, 那我們先想一想, 看看, 其實, 我們所謂的法利賽, 經師, 是什麼來的? 那, 我們看看十六, 十六張篇, 十六張篇, Sanhedrin, 就是公議會, Sanhed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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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是猶太人的公議會, 這樣呢, 耶穌時代, 猶太人是有公議會的, 這樣就說, 這裡說, 公議會是由大師製造主席, 加上七十位議員, 那七十位議員, 什麼人做呢? 是包括師製, 和長老中的貴族, 和顯耀人物, 大都屬於薩道菜人, 紫色, 後來, 就加入一些經師, 和法學士, 那些經師, 和法學士, 主要是法利塞人, 或者是法利賽人, 而他們的勢力, 是遠超過師製和長老的, 他很少的, 是啊, 人少, 是啊, 好了, 我們要明白少少了, 師製, 知道了, 師製家族, 家族, 知道了, 自從公元七十年, 或者到一三五年, 即是拆了聖殿, 沒有聖殿, 沒有聖殿, 那就失業了, 這一個階層, 都可以說, 少少歷跡了, 就算有在, 都沒有事情做了, 沒有制限, 沒有制止了, 那長老了, 其實我們看, 第十七頁有講的, 那你用英文, 因為很複雜的, 你們自己看, 長老出谷的時候, 很通用的名詞, 一個城市,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民族, 文化都說, 不過, 你看到, 粉紅色那段, 就是告訴你, 其實出谷記十八章, 有提過, 梅室需要的助手, 於是選了多少個? 四十位, 助手, 是天主真是將他的神, 將梅室的神傳給他們, 叫他們做什麼? 幫了梅室, 去治理這個百姓的, 所以呢, 有這個的, 這個第十七頁的, 都給大家知道, 好了, 那到第十八頁了, OK? 它有這樣的功能, 就是這個職務, 不過問題就是, 現在還有沒有? 是呀, 現在還有沒有, 掌勞呢? 是呀, 你可以說沒有, 也可以說有, 那正式立粹黨, 都逼他們, 要逼他們, 找一些掌勞出來, 是呀, 一個議會, 是呀, 組成一個議會, 好像重建你的, San Hadrian那樣, San Hadrian那樣, 那所以呢, 你要小心, 又是沒有, 又是有, 就是說, 那個制度呢, 是散了的了, 散了的, 但是也都可以, 認罪到不一定, 那目前的處境, 是, 沒有, 但是又有,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到京師了, 十九頁, 十九頁, 逐個都會講的, 是的, 師仔講了, 今次講什麼? 講掌勞, 現在講到什麼? 京師了, 你講了, 那是什麼來的呢? 就在衝軍期間, 第一次, 衝軍期間, 就是公元前五百八十七年之後, 他們, 德訓篇呢, 就說他們是敬委上主的人, 阿克斯德拉在上, 就說他們呢, 在衝軍之地呢, 開始為了尋求, 選民的身份, 所以去研究法律, 精通法律, 跟著他們衝軍回去, 回去耶路撒冷, 起回聖殿的時候呢, 這些京師呢, 就幫忙翻譯, 和解釋梅室法律, 給百姓聽, 為什麼要翻譯呢? 因為, 那些人不懂得聽, 其實因為當時, 他們已經, 留了這麼久了, 那非常有機會, 根本他們都不懂得起巴雷文, 或者都不, 完全的明白,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京師, 阿克斯德拉, 阿克斯德拉為代表, 他讀完之後呢, 讀一段天書的法律, 即作翻譯解釋, 等人聽得懂, 但是你們都要小心, 這個, 阿羅羅, 阿羅陀拉, 後來的, 阿羅陀拉, 因為你要解釋嘛, 你要翻譯嘛, 是嗎? 那即是要開始呢, 你不單止按這個文本, 去讀出來啦, 你還要怎樣? 將它翻譯出來啦, 那你還要解釋啦, 見到嘛, 那這些口傳啊, 就形成的啦, 即是除了文本之外, 還有口傳的東西, 都開始, 可以說, 凝聚起來了, 好啊, 那, 即是京師呢, 那阿斯德拉自己都是京師, 是啊, 他還是什麼? 師祭, 師祭, 師祭家族, 是師祭, 是師祭, 那但是京師這個出現呢, 在這堂樓很重要的, 是因為都漏了嘛, 那哪些成為精神領袖啊? 沒有了師祭的了, 沒有師祭的了, 沒有師祭也都沒有軍王了, 沒有軍王, 沒有了, 蔣老呢, 都沒有了地位了, 都漏了嘛, 因為他們如果要, 其實會堂制度在這個時候出現嘛, 在這個小社區裡面的時候呢, 就在一起去, 以聖經為主, 原讀上主的法律, 原讀上主的法律, 以陀拉為中心, 那當然是會善治的話, 好了, 請你繼續說我們京師, 到新約時代, 那這些京師傳集下來呢, 就在福音那裡, 就會說他們是法學士, 他們是對祖傳的法律, 受過精確的教育, 而且呢, 有機會是出自平民階級, 那京師當中呢, 這些法學士呢, 大部分是法理蔡黨人, 也是公議會的成員, 在公議會裡面呢, 很受到蔣老們的敬重, 正如剛才我們在公議會那裡說過的, 那接著我們想去看第二十頁, 複雜了, 經師怎麼培養出來的呢? 就不是一朝一夕的, 哪個人想成為經師呢, 就要跟著一個著名的名師, 補錄跟著一個, 就是口秀的聖經, 記住, 勞記在心, 口秀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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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說, 有textbook, 有textbook, 那些就是成文的, 你跟著那個經師去學的時候, 那你記住下來的, 這些是口秀的, 那誰記得最多呢, 最清楚呢, 就成為這個高竹了, 這樣呢, 如是者呢, 四十歲, 去到四十歲呢, 他可以領受這個扶手禮, 就成為勒皮了, 哇, 拜拜, 拜拜, 耶穌被稱呼善, 耶穌被稱呼善, 他又夠不夠四十歲呢? 是啊, 還沒夠啦, 三十歲全教, 是啊, 不過在這裡想回去, 我們就, 京師的復首禮, 就想提一提, 在猶太的傳統裏面, 是有這個正式的復首禮的, 那神明卡, 神明卡就包括, 後來他們在歷史當中, 尤其是四百幾年到五百幾年, 是繼續有做的, 是包括為三種人, 佛首, 為, 爲敗, 敬師, 還有為, Canta, 詠唱員, 還有一些叫Ladies, 平信徒, 普通人, 的領袖, 嗯, 其實呢, 是, 那些這樣的口秀, 東東西西, 是, 他說, 是梅室, 是, 除了, 在十屆裡面, 寫了之後呢, 口頭說給誰啊, 欲數一的, 那欲數一的, 說給誰啊, 那一代傳一代, 一代傳一代, 一代傳一代, 那之後, 說了要有那種傳授, 將一個權威, 傳遞下來呢, 他都有放壽禮的, 有這個儀式, 有這個儀式的, 不過呢, 正如阿拉利說, 其實去到中間, 第幾世紀啊, 第3、4世紀啊, 第4、5世紀, 有, 5世紀之後, 好像沒有, 但是也有一個說法呢, 就是還有的, 很隱蔽的, 繼續繼續傳, 譬如在哪裡啊, 巴比倫啊, 還有這個, 知識列入境內, 提比利亞, 不過很可惜, 不過呢, 大概12世紀之後呢, 歐洲, 歐洲呢, 就這個, 很多的, 大學興起, 然後呢, 巴比的傳授呢, 都慢慢受這些影響呢, 就發展成呢, 就去讀一個學位, 然後授民憑給他們了, 這樣, 授政書, 授民憑, 就代替了那個什麼? 吐手禮, 吐手禮, 吐手禮的本身呢, 本來有傳, 即不是我的天主給, 那竟然, 他正式給我, 正式給你, 那用了什麼? 用吐手禮呢, 去講那個, 就是通傳這個權威啊, 這個傳承啊, 但是現在呢, 將聖經啊, 或者這些呢, 變成文憑, 是呀, 在課室裏面讀回來的, 是呀, 這些文憑呢, 畢業就給你了, 是呀, 即是你讀完聖經可以做傳導人, 讀完神學就可以做這個, 讀完神學就可以做這個, 讀完神學可以做聖神父, 不行, 不行, 做神父跟讀神學兩件事, 你又覺得讀完神父又不見你做神父? 啊, 當然沒有啦, 即是說讀書是一樣東西, 讀書是一樣東西, 但是你擔任神職, 或者這個傳承, 即是說這個權威, 或者那種, 不要用權威, 用什麼呢? 是用上主, 他將這種的傳授給你呢, 是上主而來的, 不是因為你讀而來的, 而且這個是生活的傳授, 而不是呢, 是可以說書本的學問, 那這個就值得思考這件事了, 好啊, 其實他們很多這些, 那什麼叫, 雅木尼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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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呢, 就成為, 所以猶太教呢, 今天都普遍稱為, Rabinic Judaiasam, 由經師, 所重整的猶太中教, 所以他們後來呢, 有個, 口傳的法律, Mishnah, 口傳法律, 一會兒有一些, 口傳的, 叫什麼呢? 那些, 那些, 傳統喔, 那傳統是什麼呢? 他解釋他們的口傳, 那他解釋口傳, 又解釋那些, 即是不錄的, 成文的, 他又解釋, 怎樣呢? 不成文的, 他又解釋, 總之, 繼續發展著, 繼續發展著, 那個口傳的步伐了, 好, 那於是呢, 很多的, 那, 21頁, 你就看了, 那自己找, Mishnah, Mishnah, 那些, 好了, 22頁, 這個重要了, 今天你去耶路撒冷, 那個猶太區, 聖殿西場那堆, 正統派猶太人, 就是, 現在是稱為正統派的猶太人, 其實就是耶穌時代的, 法律賽人, 即延續了, 延續了他們, 這樣呢, 就是很著重這個, 法律的實踐, 他們的概念就是, 守了戒命, 就是敬為天主, 就是敬為神, 敬為天主, 敬為天主, 我們說敬為天主, 守戒命, 現在調轉是怎樣, 守戒命, 就等於敬為天主, 戒命大, 天主大, 就是, 誰是基礎, 這個重要, 好了, 很難說, 不過, 在這個處境裏面, 是, 能夠維繫著他們的, 就是他們那種特色, 他的特色是怎樣? 他有些規矩, 比如他穿的衣服, 他戴的帽子, 他說, 他這一切的東西, 使得他凝聚起來, 那我們繼續看, 第23, 就是聖經詞典所描寫的, 所描寫的, 法利塞, 來源, 法利塞這個名稱, 是來自阿拉美文, 他的意思是被隔離的, 被分開出來的, 因為他們自視是潔淨的, 所以就不同一般俗人來往來, 那就是聖和俗, 他自我將自己, 歸納在一個神聖的階層, 一個潔淨的階層, 那視其他人為什麽? 那視其他人為什麽? 不潔, 或者道德的, 可以說, 俗人, 俗人, 愛國互教互得, 和反對一切外來影響的, 哈式代黨, 那就是可以明白的, 因為當時, 希臘, 是嗎? 很希臘化, 很希臘化, 就是外來的文化, 或者外來的民族希臘, 去統治, 猶太人, 那會怎麽樣, 由這些希臘化的東西裏面, 去保持自己呢? 保持自己呢? 怎麽樣繼續愛國呢? 是呀, 那唯一就是怎樣? 就不要受那些影響了, 不要受那些影響, 就變得怎樣? 保守了, 有時我見到他們穿這些衣服, 我想起現在, 有個叫漢服運動, 那什麽漢服運動? 穿回所謂的漢族衣服是什麽? 穿古裝, 看來穿古裝, 穿古裝就等於愛國的了, 穿, 當然, 有一段時間, 人人穿衝衫裝的, 還有沒有顏色的, 那當然, 那時候還可以有黑色, 現在黑色都不行的了, 那時候我見過, 就是青色, 要是藍色, 都有黑色, 對不對? 那是怎樣呢? 就是他覺得, 我越保守, 越安全, 越安全, 越能夠維護那個什麽? 身份, 好啊, 這樣呢, 先說一點點, 法利塞黨真正組黨面世的時代, 就應該是阿斯摩賴王朝, 即是公元前167至公元前63年, 有特別嗎? 就是這個馬加伯的時代, 即是怎樣? 就是成為一個黨, 為什麽要成為黨? 就是有組織, 為什麽有組織? 有組織, 有影響力 為什麽有影響力? 為什麽有影響力? 因為他面對著這些外來的, 是呀, 侵入或者怎樣都好, 他就要, 有實力 是, 於是他們就, 將自己怎樣? 托出來, 越來越怎樣? 保守咯, 越來越, 啊, 與人不同咯, 好啊, 好啊, 接著我們看就是24頁, 這樣呢, 這批人呢, 沙利蔡人, 要反對的就是, 那些身為師制, 和貴族派的, 紫色呀, 要殺到蔡黨人, 很簡單的, 因為這批人, 勾結外地, 勾結外地, 沒有他們那麽保守, 是呀, 那這批人, 富和西族, 富和的, 怎樣說呀? 權貴啦, 權貴, 是呀, 那這批這樣的, 貴族派人, 就是為了保留自己的, 不願意受別人的, 同化, 那當然反對他們啦, 是啊, 不過這樣啊, 他們心得問心, 是啊, 成為百姓的精神, 和宗教上的領導, 為什麼? 因為歷史背景有關, 那個背景, 就是, 你越受到外來的, 一些恐懼的時候, 你就越要有, 這種保守的態度, 去抗衡了, 好, 那第二段說, 可惜就變了, 太過重視守法律的外表, 而沒有了, 不懂得去重視法律的真正的精神, 將外表一切繁瑣, 那凡集所緒的細節, 為了一絲不久, 就在大事上, 反而滿不在乎, 輕易胖過, 好了, 耶穌時代, 到底他們, 由梅室的十屆, 到耶穌時代要守多少條法律呢? 是總共有, 好了, 先問問你, 一個人的身體有多少條骨? 那麥史辣, 猶太傳統就會告訴你, 是248條, 所以, 有啊, 沒有條的嘛, 因為有時候手指一條而已, 一粒而已, 好了, 那麽呢, 有28條法律叫你不准做什麽, 另外呢, 有365條是要你做什麽, 365是一年的日數, 那麽所以呢, 248加365, 是總共613條, 耶穌時代應該有613條, 梅室法律要守的, 都幾多的, 是的, 以至到呢, 在馬逗福音裏面呢, 那些百利七人呢, 就真的問耶穌, 那麽多條法律, 那哪條最重要呢? 都有點諷刺的, 哪條最重要? 那麽耶穌就答他了, 即是怎麽呢? 愛天主再晚有千上啊, 以色列你要天, 上主唯一的天主, 你當全心全靈全意, 愛他, 是吧? 那麽這個呢, 就最重要了, 他將那個法律, 歸回那個基礎, 是什麽? 添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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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些條文, 是條文背後的基礎, 天主, 那基礎是什麽? 那基礎是什麽? 天主, 天主是什麽? 我, 我, 那麽呢, 我們在第25頁呢, 就要介紹一下, 法律塞人的敵對頭, 就是殺盗塞人, 殺盗塞這個字呢, 是來自, 可以說是異人的意思, 那這個名字呢, 是來自這個, 不集合一個扎多克, 大狸仔的名字, 就是殺盗, 傻多克, 就是殺盗, 時代, 曾經扎免 arriver做的那個狸仔, 叫阿貝雅塔爾, 那麽是殺盗塞, 那就找到佐多克來取代它, 那感覺殺盗塞, 那喃特刻呢, 這字呢, 後來呢, 就演變成殺盗塞了, 那麽呢, 就在有廿六頁了, 其實殺盗塞人呢, 基本上不是宗教上的派别 而是宗教上的政党 这个党派是由有权有势的人 有钱有势的人组成 他们普遍是思想开明 态度前进 很欢迎和接受爱尼的文化 那刚刚和法利在党 相反 你又要凭着爱尼的文化 爱尼的势力 他就说我要拒绝这些东西 所以 两者就敌对了 另一个不同点 就是杀杜塞党人 是守梅室法律 梅室法律有写的我就守 总之是安本子办事 法律书上有就有 没有那些祖先的传统 即是法利塞党那些 那些阿努的东西 口传的 口传的法律 口传的解释 那他怎样呢 他就说这些都是人为的 偽造的 不重要的 太细碎了 他就将这些东西 不理了 即是不理 不理 例如法律上没有说过 在图里面 没有说过肉身的复活 所以基本上在福音时代 福音里面 杀杜塞党是不信复活的 也都是否认天使和天主之外任何神体的存在 所以这些都是和法利塞人针锋相对的 好了 27页 杀杜塞人和耶稣 杀杜塞人 因为没有法利塞人这么注重这个细节 所以和耶稣的冲突都是少一点的 在福音里面 《若望福音》里面 没有提过杀杜塞人这个名词 不过普遍来说 什么时候《若望福音》里面 讲到大师祭、大师祭、师祭奖 这些大多数是指杀杜塞人的 《若望福音》里面 用了近乎70次犹太人这个词汇 是指耶稣的敌人 即是法利塞人和杀杜塞人 不过我们刚才说他们两个党不对 是对的 不过在对付耶稣那方面 他们就联合在一起了 最初杀杜塞人对耶稣是比较温和一些的 后来都和法利塞人一起对付耶稣 不过保祿也对付过他们 中途大师祭 保祿就利用他们互相的矛盾 对自己可以脱身的 这个大家就要记得 这个保祿是很有那种 利用他们彼此的不和 就脱身 就说 以至到 就说他们 这些是内部的矛盾 这些是什么 好 那顺便去到28页了 就还有一帮人叫做克洛德党人 在《玛尔谷福音》的三章六节里面 就说法利塞人和克洛德党人一起想办法对付耶稣 要消灭耶稣的 克洛德党是什么人呢 简单来说他们是一批金心受罗马人奴役的人 是的 这个是重要的 金心受人奴役的人 按克洛德的路线尽力安抚妥协 决意在耶稣死罪的案件上 跟法利塞党人完全一致 那就是说在对付耶稣那里 就是撒道师 法利塞 克洛德党 施制 民间长老 民间长老 经司 整个公议会一起 是的 我们讲这么多 不如回去看那篇福音 到今天 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些背景 这篇福音就精彩了 我们看看 首先 法利塞人 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司 来到耶稣面前 那他们看什么呢 就看耶稣有几个门徒 用了不洁的手 和没有洗过手去吃饭 那是什么来的 是的 有没有记载在《旧约圣经》 是的 你说法国找不到 诗歌找不到 诗歌找不到 耶路撒冷版圣经 耶路撒冷的摆布又找不到 是的 那他都告诉你 法利塞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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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所有犹太人 都区守先人的传统 先人的传统 就是那个口传 是的 那么那个传统要说什么呢 要求他们 如果你不仔细洗手 就不要吃饭 那什么叫仔细洗手 可不可以 好 你过去过就像 是的 耶路撒冷的西场 或者其实犹太人的地方 很多地方 都可以看到 你会发觉这里 那些洗手的壶 洗手壶 然后呢 有两个病 两个病 你一只手拿起去 倒一次 拿右手举起去 洗左手 然后呢 左手 拿着壶的另一边 另一个病 不要拿回本来的病 因为你洗干净 就干净了 就是左手的 就倒回去右手 然后呢 右手再倒一次 左手 因为左手刚才 刚才摸过病 那一二三 那就是洗洗手 是的 这就是先人的传统说了 洗手要这样洗的 即是今天他们在守着 继续守着 继续守着 即是其实你想回来 你手要干净那怎样呢 其实这些在疫症里面最好的 是的 那在我们圣母领捕堂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pantry 那是最好的 来了 圣母圣医堂 我讲了 为什么呢 你周时见到那个圣子 都是拣水的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不洗走 就拣水 还有啊 那些洗干净的碟呢 就放了在这个圣盘的另一边 他有可能本事呢 一路洗些新碟呢 就把新碟的水倒進去救碟那裡 為什麼呢? 就是乾的濕的混在一起 髒乾淨的混在一起 不是 乾和濕都混在一起 還有 它也會將那些鹼水 你洗髒碟的鹼水又挖進去 已經洗乾淨了乾了的活過 所以我們這裏就是缺不在一起裁人 教他洗碗碟 本來你可以明白在疫情之下 就是一切要乾淨衛生 所以你這隻手 即是叫什麼手? 這隻手 不是右手 不是左手 左手這不叫極左? 不是失敗啊你啊 以後沒有右手的了 只有左和極左 那你用這隻手 拿起個壺 這個壺病 是你的手碰過的 很髒的 那你就洗手了 但是這個壺病未曾洗啊 你洗了一隻手又鬥過它 看到嗎? 那你拿著它 你要洗這個壺病洗了一隻手 那現在你就要將它又再洗一次 那就是怎麼樣? 爆補怎麼樣? 都乾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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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聖母星宗那個 兩個星就要洗完這一邊 然後這邊再洗這邊 洗完這邊又再洗這邊 你這樣就保證它乾淨了 那本來是無可厚非 但是如果這樣繼續做下去 你不是看衛生 你的重點不是衛生 你的重點是什麼? 守規矩 守規矩 那就是這個問題 那還有其他是什麼? 洗了涼才好吃飯 在街市上上樓 照理你在外邊回家 你現在都會洗乾淨才好吃飯 都對的 還有呢 是洗杯、洗壺、洗銅器 是不是剛才我講的那些? 小心 那目標是衛生 不是外邊的 不是外邊的這些疑折 好了 那就到十四頁了 那他們法律作人 和驚師就問耶穌 爲什麽你的門徒 不洗手吃飯 問題是爲什麽你們 不守先人的傳統 那他們就認為那些是不潔的守 是的 那不潔的守又怎能吃飯 那耶穌於是就說 伊撒爾阿先知說 罵你們假善人 是說得對的 這些民族 用嘴唇尊敬我 心是遠離我 他們公敬我是虛假的 因為他們所講授的教義 是人的規律 因為這樣他們離棄了天主的戒命 來拘捕人的傳統 嗯 即是離開天主的戒命 是嗎 是 拘捕人的傳統 其實他的意思是 你離開了天主 那問題不只是天主的戒命 你離開了天主 你重視的是人 人的規矩 就不是重視天主的戒命 好了 於是耶穌就把天主的戒命 說一次 你們要聽 因為他叫群眾 群眾 即是 那些人來拘捕人和驚士 耶穌不騷他 其實已經說了 離開天主的戒命 拘捕人的傳統 但他現在就幫助他們 去教那些群眾 你要怎樣受天主的戒命 你要怎樣受天主的戒命 那就要想清楚了 是什麽洗人污衛呢 是由人外面入 由外面入去去裏面 還是由人外面出來的 那些 什麽更骯髒 你想想 你說用洗手不乾淨的 用不乾淨的手吃飯 很骯髒 還是由人外面出來的 我只想到你 怎麽擠進口 是你入那些骯髒 那你出來就骯髒了 原來你是什麽 不是有 不是出入口 而是人內心出來的那些 人內心出來的那些 是啊 可以想清楚 想起了些惡念 邪人 或者 偷東西 兇殺 奸人 貪錢 毒辣 鬼殺 貪食 貪食都可以 惡念 邪淫 道士 兇殺 奸人 貪論 毒辣 鬼擇 放蕩 窒 窒 窒 慰望 驕傲 愚妄 你一齊惡 你是不是在外面進去 不是 在人心裏面出來的 這些才令人骯髒 那很清楚 耶穌面對著這些 是要我們回到我們自己的內心世界 而且耶穌要求的 是我們不是遵守法律 是遵守天主的法律 天主的解明 天主的解明 要醫治的 不是外面的病毒 是要醫治人裏面的陰毒 所以疫症呢 可以外面傳染你的 現在是病毒 但那些陰毒是由你的心出來的 那你就真是 殺人於無形 奴役人於無形的 那所以 歸根到底 你有沒有聽懂天主的解明 有沒有聽懂天主的解明 是不是真是 愛天主在萬有之上 及愛人如己 而是 只是看到外面的 即是等於 是否穿很貴很貴的制衣 就等於 恭敬天主呢 是否要點很多很多的蠟燭 就等於虔誠呢 就是 即是 建制衣 真的不貴 簡單的 平民百姓 但是 真是 真是 簡潑得來 很 尊貴的 美觀的 那又怎樣呢 所以 小心 拼忆 拼忆 不在外表 拼忆 拼忆 內心 那 真的很適合 算 就是這樣 我們福音 是一個 連續的讀經 就是半連續 或者連續 第一篇讀經 就是幫我們 去 用舊約去了解 一個新約的 可以說 好像一個道言 或者背景 讓我們了解耶穌的福音 但是我們讀的 中途的書信 其實 是沒有跟福音夾過 也沒有跟 舊約的選讀夾過 不過 今天這麼巧算 我們讀一個 新的 可以說中途的書信 雅各白書 雅各白書 現在讀到那段 也都說 關於什麼叫虔誠 開始 雅各白書 就是它的主題 好 那你說幾句 我們在第29頁 看到 我們在第22主日 就已經看完 《雅各白書》了 這個主日 開始 會讀雅各白書 我們先看一下 雅各白書 這幅圖 第三十頁 這幅圖 《雅各白書》 是誰 在外文裡找到一個很好的圖 《雅各白書》 一個叫做馬利亞的 《中階馬利亞》 《中階馬利亞》 通緝很多 這個馬利亞 是在《陽望福音》裡面 去到十字架下 和聖母馬利亞一起的 《黑羅伯的妻子馬利亞》 他們有四個兒子 是雅各白 藥室 西滿 和尤達 這個雅各白 就是主的兄弟 雅各白 也是耶路撒冷的第一任主教 而另一個藥室之外 西滿 就是主的兄弟 應該是雅各白的兄弟 尤達 也是耶路撒冷的第二任主教 看31月 《詩高聖經》的雅各白書引言 就說 本書的作者是雅各白 即是主的兄弟 耶路撒冷的主教 稱為次雅各白中徒 掌雅各白其實就是若望的哥哥 這位次雅各白中徒 應該和主有親戚關係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第三段 原來 大概公元39年 次雅各白和百多禄 一起在耶路撒冷接待了 由大馬士革 歸醫了領了洗回來的保禄 這樣他是和百多禄 同被稱為教會的柱石 公元49年 雅各白以爺經主教的身份 和百多禄一起主持中途會議 即是討論一下以後領洗的外邦 以後外邦人要做基督徒 要不要國選 那決定是不用的 接著公元58年 他也都在耶路撒冷接待了第三次傳教歸來 匯來的保禄 這樣又聖傳知道 雅各白因為他個人的熱誠 曾被稱為異人 在公元62年 他被人用石頭摘死為主殉道 葬在聖殿附近 教會在每年的5月3日 慶祝他的尖禮 這個書信的開頭 第一句是 雅各白向散居的十二支派問安 這種說法是寫給猶太基督徒 這些猶太基督徒 喬居在巴勒斯坦外 北遠的敘利亞 塞浦路斯島和基里基亞等地方 三十二頁 寫這封信的動機 就是可能 他知道耶路撒冷主教 很有目者的風法 他關心的是有些人 只是著重於信德 而忽略了善行行為 他寫這個雅各白書的目的 是糾正他們對道德的錯誤觀念 是勸勉他們要勇敢地忍受 來自各方的種種困苦災難等等 好了 他說他的行文 是以劉里的希臘文寫成 和智慧書的風格很接近 也都引用很多舊約等等 關於寫作的聯份 詩糕在這裡有一兩個假設 加上其他學者的意見 其實都會說不定 可能是早至45至49 也都可能有說法 去到大概公文一百年前後 好了 整個雅各白書 詩糕的分法 就說分開一二三篇 真正的喜樂 真正的虔誠 和真正的智慧 而最後在第五章 就很重要的 有一篇關於病人富有性事的公報 好 我們去到第三十三頁 就會看到 我們會在上年期的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主日 按這個順序去讀雅各白書 我們今天讀的 第一章的部分 主要是想說你們要按這個聖言來實行 我們會讀一二三五 第四章就沒有讀的 好了 現在三十四頁 公讀聖雅各白書 我親愛的弟兄姊妹 一切美好的真語 一切如善的恩賜 都是從相而來 即從光明之貌放下了的 在他內有變化 或轉動的陰影 他自願用真理之言 生了我們 為使我們成為他受眾 密宗的初果 你們要脫去一切不結 及種種惡責 並要以憂信之心 接受那種在你們心裡的聖言 這聖言能拯救你們的靈魂 你們不要按這聖言來實行 不要只聽自己欺騙自己 在天主負持 純正無瑕的天誓 就是空腹患難中的孤兒和寡婦 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天誤 感謝天主 在這裏我突然之間想起 其實《習童經》也是這樣 是啊 仲在你心裡的美善 一段都是 一切美好的鎮語 一切完善的恩賜 由相而來 由光明之庫降下來 在他內沒有變化 或轉動的陰影 你看看《習童經》 《習童經》是怎樣的 《習童經》的天主 你善萬善萬美的主在 哎 美的巨浪 是嗎 而且他跟著 他自願用真理自然生了我們 使我們成為他受造物的初覺 隔壁我們給你了 是啊 很若望福音 很若望福音 好啊 都很默示錄 當然 好了 你們要處對一切不結種種的惡習 大家要處對一切不結 是嗎 尤信的心 接受乃 中在你心裡的聖意 那這個《習童經》怎樣說 求你必發我們 敬愛你的聖明 並揭替我們的前進之邪 使你誇總在我們心中的美善 得道之養 又賴你的佔故 得而無處 是不是這裏 中在我們心中的美善 是 不過這裏呢 中在你們心裡的聖言 聖言 聖言本身就是最美善 是的 正在我們的靈魂 那你們沒有要按天主的聖言來實行 沒有聽 我只是聽 聽了就當做了 是啊 是啊 那所以呢 不是穿那些什麼制衣啊 穿什麼頭啊 是不是一定要跪在那裡啊 一天站在那裡啊 隻手舉起啊 殺贏啊 收起來啊 真的不受世俗的電污 真正不受世俗的電污 是啊 不受世俗的電污 沒有想過那些事情啦 這些世俗的心電污了你了 你死極無效啊 你死極無效啊 要死心革面 是怎樣啊 是天絕賜 純正無效的見性就是 看管患難中的故意掛苦 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電污 好清楚啊 是不是 那面對今天的世界都是這樣啊 即是怎樣 窮之毒善其生 見性生活 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電污 去貫眷顧 看顧 患難中的每一位 夫呢 劍善天下 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 那其實呢 有兩篇很靚的讀經 都跟這個概念有關 米歸雅善之 人啊已經通知了你 什麼是善 上主要求於你的是什麼 無非就是你行正義 愛好慈善 虛心與你的天主來往 這個是禮儀行為來的 虛心與你的天主來往 祈禱 所以一切的虔誠 最後是什麼 愛天主在萬有之上 愛人如己 在祈禱中的 好了 那麼伊撒也才輸 我所忠義的齋戒 豈不是要人解除不義的所念 廢除握上的成索 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 切斷所有的壓嗎 豈不是要人 將食糧分給飢餓的人 將無地容身的貧窮人 領到自己的屋裡 見到赤身路看的人 及他意穿 不要避開你的骨肉 這個中國人經常說的 齋口 齋心 是不是 還有一句 怎麼說 念經不如說真話 這個很清楚 這個就是面對著法理賽人 面對著驚師的一把獎 如果你真的這麼堅勝 願意受法 那你就聽天主的話 以奉行 聽天主的話以奉行 而不是只是一些瑣碎的條文 表面的一些疑哲 你們內心 虛心 與天主來往 愛好慈善 理行正義 這個就是天主要的 那我們繼續讀一下白書的時候 就很清楚這方面的教導 很奇怪 今天三篇讀經 完全地 那他擺這一段 在這篇福音 一直都是連著的 所以待會我們結束 要讀回答唱會才行 好 我們看獻禮經 上主 願這神聖的獻禮 時尚帶給我們 救恩的祝福 並使這奧積所實現的救恩 賴你的德能 在我們身上完成 恩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苦聽我們的祈禱 這段事都會這樣唸的 一切都由天主開始 一切都由天主完成 而這件聖事的門身 是天主施恩的一個過程 和工具 我們今天都不說那個叫做 眾謝詞 第一太長了 第二就是自己欣賞 還有很有趣的 東方教會 甘口若望的感恩經 那種謝詞是永遠都不變的 不變的 不變的 朗瓦禮才會這麼多 這麼多種謝詞給你選的 它的不變 是一個很整體的 就是我感恩經 是啊 一個很整體的 就好像第四式 也是這樣 那領主詠 上主 你為敬畏理由 所保留的恩責 是何錦鋒成 替造和平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天國是貪而非 所以這個都注意歌唱的部分 就是這些 當我們領性體的時候 我們要祈禱的時候 那這個領主詠 就再一次帶我們 祈禱 可以說 使我們領性體的時候 都回憶記得 上主所說的話 是啊 在達昌榮所說 能夠居住在上主的帳幕裡面 敬畏上主的人 在這個領性體的時候 體驗 祂為我們保留的恩責 是何等封聖 好美 令性體後見 上主 我們由天上的餐桌 飽享了這食糧 肯切求你 以這愛德的滋養 堅強我們的愛心 足使我們在弟兄姊妹身上 為你服務 為你服務 恩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苦聽我們的祈禱 當然 這個祈禱 就是這樣 不過你們有沒有發現 好雅郭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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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嗎 是啊 而且我也很喜歡 她說 這是天上的餐桌 我們從這裡得到的愛德的滋養 要堅強我們的愛心 能夠為弟兄姊妹服務 這個都要注意的 就是我們之所以能夠為善 也能夠判別 什麼叫善和惡 都是天主的人子 所以天主是萬善 萬美的主宰 人很多次自以為 知道善惡 其實是我們操控善惡 或者我們擺佈善惡 不是的 我們回到天主那裡 天主才是萬善 萬美的主宰 由他而來的 是不會有黑暗的 就是這個阿國伯書所說 黑暗的陰影 不會的 因為由萬善萬美的天主演 那裡只有愛 所以這個愛 就要使我們上愛天主 下愛世人 在弟兄姊妹身上 都見到天主 而為他服務 所以這段讀經 這個討文 不知道為何會很認 今天 認到怎樣 生命記又在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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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國伯書在這裏 福音也在這裏 福音也在這裏 好了各位 夜了 現在已經十點九了 那就讓我們 好好地綜合 二十二十個天的道上 有時真的 知道這麼多背景 我們更能夠欣賞 天主對我們的解明 所吩咐的 我們就用這個答唱詠 這個答唱詠真漂亮 我們都再讀多次 是啊 使我們安息 在上主的帳幕裏面 在上主的帳幕裏面 真開心 上主 誰能在你的帳幕裏居主 只有那行為正直 做事公平 從自己心裏 說誠實話的人 上主 誰能在你的帳幕裏居主 他不信口非語 他不危害兄弟 更不會對倫理此誓欺凌 他彼是作惡犯罪的人 重視敬畏天主的人 上主 誰能在你的帳幕裏居主 他從不放宅 貪取重力 他從不受悔 傷害無罪 者有平善的人 永遠堅定乏 上主 誰能在你的帳幕裏居主 圓光榮貴於父 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然直到永遠 對 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正話再讀你祈禱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有人寫一首歌 一問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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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唱 越答越大聲 這個不是答唱 越答越大聲 哎呀 真是這麼真實的 好 正經 哎呀 好 請大家 下個禮拜 8月31日和1日的時間 我們還會到上年來的第23主日的念念讀記 記得在之前可以下載了PDF 一邊看一邊都可以看到PDF 去讚清楚 各位拜拜 多謝 多謝 今天我們很累 因為為什麼呢 只是找那幾個人的 那幾個檔 那些資料真的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介紹的 可能會很長 不過大家有益的 後來呢 你會明白的 OK 拜拜 拜拜